时拉运转 黄瓜 姜末和一些淀粉 调料是盐 生抽和白糖 那莲藕呢我们要提前把它这个洗干净 之后呢切成丁状 好 接着改刀 就是切成这样的小丁就可以了 莲藕切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加工一些香菇 我觉得香菇啊 加进去之后啊 那个味道会更鲜 而且我们这道菜里面 用到的这个食材呢 又很丰富 各种颜色都有 不仅漂亮啊 也考虑到一些营养配搭 好 把它们切成这样的丁就可以了 好 放在一个小碗里面 那下面呢 我还就是打了一些底 加了一些些的这个胡萝卜丁 还有青瓜丁 好 就把它们放在一块就可以了 待会呢要一起处理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这个鸡米了 大块的这个鸡腿啊 去骨之后把它切成小小的粒 不用怕切得碎 因为鸡腿肉炒完了之后预热 它会收得特别紧 就是这种小小的粒 它也咬起来很有弹性啊 不会碎碎的 我们切的时候切成这种小小的就可以了 反而更容易成熟也更入味 好了 这个鸡腿呢 我们切成了这种小丁之后 现在要给它腌制入味啊 其实这里面用到的其他原料都挺素味的 你看莲藕啊 还有这个里面用到的黄瓜丁啊 胡萝卜丁啊 它本身的味道是很清淡的 所以要出味就靠这个鸡腿了 一个就够了 不要加太多啊 不然那个鲜味全没了 变得油腻腻的也不好吃 但是这个鸡腿想让它变得好吃 也要提前的给它腌制一下味道 首先我们要加的就是生抽 因为用到的是一根鸡腿 所以我们加你看这种小勺三勺 够了啊 好 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来一点点的白糖 让它提味的 还有就是一点点的盐巴 把它搅拌一下 好 我们把味道加进去了之后呢 现在要再拿出一点点的姜末 加进去 这个姜一定要切得碎碎的啊 因为它们都是小粒的嘛 加进去会更容易 这种入味 而且可以去掉鸡肉身上多余的那种 腥味 好 最后 还要再加一个 每个调料都不能忘 撒入一些生粉 好 这样子 炒出来的鸡丁会更滑嫩一些 好 把它搅拌均匀 好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腌制一下 这会儿我们要煮上一锅 开水 藕丁 还有一些食材呢 我们都要过一下水 这样子可以让它们的成熟度呢 达到一致 那在煮水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些好吃的食材 营养的食材 全部拿过来 好 水开了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把藕丁先放入 一个是让它成熟了 还有一个 这个藕身上 它淀粉其实挺多的 过一下水 它的颜色也更漂亮 吃起来也更脆爽 接着我们把香菇 还有胡萝卜丁都加进去 好 然后我们在水里面 稍微待一下 再次这样子沸腾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把已经过过热水的 开水的这些食材捞出来 只是过一下水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它们给做的香喷喷的 很好吃 那首先我们要加入的呢 还是金龙鸡